大家好,我是Alone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郑应该是历代冥王之中最喜欢出任务的 但每次都没杀半个人就离开 海郑的任务达成率到现在还都是零 上集说到郑亲领圣域来找吴妹跟吴友开个同学会 没想到被这最爱耍小聪明的老家伙给算计 用雅典娜的护符想将郑的灵魂再度封印 若是认为这种几百年前的东西对郑有用 就来试试看 哈迪斯大人,这些人实在不配您出手 这里就交给我们处理吧 突然天空出现一个女人的声音 原来又是那个最爱管郑贤士的郁姐潘朵拉 早就讲过好多次 叫她出门别开那辆马车 马都没有头了还看得到前面的路吗 潘朵拉一登场就朝圣斗士们轰出一发落雷 哈迪斯大人,请您上马车吧 那个女人就是潘朵拉 教皇,您认识她吗 她就是全世界最好奇的女人 叫她不要打开盒子 她偏偏要打开 才把世间的邪恶全都释放出来 你这老家伙在那边说什么八卦啊 本来我应该是作为这世冥王肉身的姐姐来保护她的 没想到被雅典娜这丫头从中捣乱 还厚颜无耻的匠生来当哈迪斯大人的妹妹啊 说到激动出 潘朵拉竟然想动手伤妩媚一巴掌 幸好一旁的天马使出了颜面就求 挡下了这几 不然正回去一定会找潘朵拉算账的 够了,潘朵拉回去吧 已经扫了正的信 喵,大王又不把任务解完吗? 多少杀两三个圣斗士再走吧 他们后面都还有细耀眼 不能随便杀 而且正想知道的都已经完全知识了 等等啊,阿龙 你别想落跑啊 天马,你还不明白吗? 声音也好,长相也好 正都已经没有兴趣了 啊?我有这么无趣吗? 阿天哪哟 凶行哟 古都战斗哟 正送给你们一份大礼吧 随着正大手一挥 天上的云彩也起了变化 整个天空都变成像画布一样 这正是正伟大的作品 Lost Canvas 大家也都知道 正的话就像死亡笔记本一样 当这幅画完成时 世界上所有生命都将会消失 听到这句话的天马 愤怒地朝正冲过来 这时突然从正的椅子中 窜出一个名斗士 天孤星贝希摩斯的拜奥雷特 替正挡下了天马的追击 但随即金牛座便用他的蛮力 硬是拦下了拜奥雷特 要天马来阻止正离开 不知为何 这带着圣斗士们都会使用武空术 天马一下子就飞到正的马车上 还对了正大吼大叫 潘朵拉终于看不下去 直接把天马垫得再起不能 潘朵拉 命令贝希摩斯藏在我椅子里的身体吧 是的 我只是担心您会有什么不测才擅自 你是在监视我吗 别忘了这事你不是正的姐姐 少在那边给我递控了 就在正离去后的三日 圣域也开始进行重建工作 但比起被正破坏的圣域 他们更焦虑的还是天空中的那幅画 以及被正反弹的剑射中 到现在还未醒来的射手座 因为正的攻击能直接对灵魂造成伤害 这射手座一辈子也别想醒来了 不只是圣域正的善智外出 也对我们冥王军造成了不少骚动 甚至还惊动了我不是很喜欢的那两人 潘朵拉 他不理会我们为他精心布置的舞台 却支撑前往圣域是为什么 你问我我要去刮杯吗 听好了 为了让哈迪斯大人可以专心完成Los Canvas 我们会亲自为他准备一间特别的画室 这段期间你要斩断令他内心动摇的根源 你应该很清楚那是什么吧 是属下明白 那两个讨厌的家伙离去后 潘朵拉独自来到布满星座的那个房间 虽然正口中说着对天马已经没有任何的兴趣 但潘朵拉还是觉得会令正内心动摇之物就是天马 随后他挑选了两名擅长暗杀的名斗士 地鹰星无头骑士的丘步 跟地查星蝙蝠的温柏 命令他们前往圣域暗杀天马 画面来到了圣域 结束白天枯燥无畏的修复工作后 傍晚时分 天马和金牛座的三个弟子正在对战修炼 这头猛牛健壮表明要试试天马的实力 不过面对金牛座的百分百的物理防御 天马的攻击完全起不了作用 但这小子依然不肯放弃 两人从黄昏打到了天黑 连一旁后骨三人组看到燕凡都睡着了 不要说看的人了 连我打的人都打到想睡了 对这是 剩余的这些蠢才们全都睡着吧 用我这噩梦声纳 在蝙蝠的噩梦声纳之下 天马等人全都陷入了沉睡 一直隐藏气息的无头骑士丘步 此时也现身了 准备取下天马的手机 这手刀已经切下来 离脖子只差几公分 但是尼玛的只因为金牛座喊了一声 Mate 丘步的手就真的停下来不能动 这动漫界的鸟规则 正实在是很难理解呀 没想到除了蝙蝠 还有老鼠混进的圣域 看来你们的目标是天马座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那什么 竟然能够从蝙蝠的噩梦声纳中醒来 丘步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金牛座将自己的耳膜给刺破了 随后丘步就被一招快到看不见的巨型号角给打飞 但就在金牛座一个大义分神之际 蝙蝠温伯从他看不见的右眼死角杀了过来 一个手刀直接刺进金牛座的身体 没错 老牛又被偷袭了 嘿嘿嘿 虽然你没有被催眠 但噩梦声纳的特殊音波会影响你的运动神经啊 自古金牛被偷袭意识无解的 你死定啦 金牛座上一战对灰火的伤都还没恢复 又加上运动神经遭到麻痹 只能像个巨型沙包一样让两个名斗士练拳 结果这两个笨蛋打人打到有点得意忘形了 蝙蝠温伯突然被金牛座一手掐住脖子 直接一个重摔落地就这样活活的被摔死了 害一旁的无头骑士丘步吓到差点尿裤子了 丘步回过神来 赶紧使出必杀技死亡信使 画面突然出现一个捧着断头的少女 口中不断吟唱着死亡的咒语 不久大地陷入了一片寂静 现场除了丘步已经没有任何人活动的声音 但这笨蛋忘了阿斯卡在历代金牛座说过的 历代金牛座只有站着死的 像这样跪着的表示还没有死透啊 果然丘步才刚经过金牛座的身旁 这头血牛就突然回光返照 直接一招泰坦惺惺 把丘步送回冥界老家 战斗结束后 从地上残破的瓦礼堆中爬出了一道身影 这是倒霉阿 差一点就一起被埋进来咯 嘿嘿 看来連金牛座也没察觉到还有一个刺客啊 就是我地其形青蛙的杰罗斯大人 现在他们两个都死了 功劳就全归我一个人了 这只笨牛都死了还不倒下在这里碍手碍脚了 看我连水瓶座卡庙都害怕的青蛙大腿 去死吧 奇怪 为什么我冥王军中有这种混账家伙 潘朵拉当初招募员工到底是怎么面试的 连正忠实的部下挥火也看不惯青蛙的行为 直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上 并从青蛙口中得知 这暗杀行动是潘朵拉下的命令 你现在冥王军的实权都掌握在潘朵拉大人的手上 嘿 怎么样啊 挥火 要不要转头靠潘朵拉大人啊 以你的实力加上我的颜值 只要我们联手就算是三巨头也 你找死吗 我从没打算要服从哈迪斯大人以外的人 说完 挥火一脚就把这白木的青蛙给踩晕了 不久 天马也从噩梦声纳中醒过来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倒在地上的金牛座冰冷的尸体 果然是要让他躺下就费了很大的功夫啊 可恶 是你杀了阿鲁迪巴吗 天马激动的冲上前去想揍挥火 不过轻易的就被他身边的黑色火焰反呼 看了金牛座又不是我杀的 自如金牛被偷袭就一定会死的 挥火一把揪起天马的衣领告诉他 今后还会陆续有不少刺客前来刺杀他 不想死的话就变强吧 诶 等等 这是阿龙的命令吗 是潘朵拉 现在是回冥王军的是那个女人啊 这是怎么回事 阿龙他怎么了 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确认吧 说吧 挥火一个贝极塔式的帅气飞行离开了圣域 现场只留下错愕的天马 跟三个失去亲人抱头痛哭的孩子 金牛座欠你的都还心了 经过昨晚的一战后 这些秩序正义的圣斗士 竟然也开启了言语霸凌模式 金牛座为了保护区区青铜圣斗士而死的消息 开始在圣域PTT的八卦板上流传 罪恶感 悔恨 悲伤 焦躁这些负面的情绪 瞬间涌入了无有天马的心头 受不了舆论压力的天马 萌生了出走的念头 顿时圣域所有人都在找寻天马的行踪 天马经过圣斗士的墓园 看见金牛座大弟子Teniel正在老牛墓前流泪 而另外两名弟子由于受不了战争的残酷 明白自己不是当圣斗士的料 自动转值回平民 本以为接下来会朝天马的个人冒险 一路上收集同伴 最后变成圣斗王的剧情前进 结果作者突然又觉得这样的剧情太老套 天马连圣域的门口都还没踏出 就被这个人气很高的巨蟹座马尼哥特给逮住 小马哥看到这种很废的后背 直接就用最粗暴的方式把天马带回圣域 并关在一个连黄金圣斗士都无法破坏的牢笼 可恶啊 这些铁蓝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它这么硬啊 怎么不把这些栏杆拔下来打明斗士啊 要是每个杂兵都配一根啊 这是圣战我们就赢定了 接着来看看冥王城的情形 一直待在观星房里的潘朵拉 正望着满天星斗 等待着天马星座被涂黑 没想到先变黑的竟然是金牛座 他们失败了吗 可恶的天马座 这件事如果被双子神知道的话 那我 别紧张啊潘朵拉 用黄金换青铜我们也不吃亏啊 就原谅你这次暗杀天马座的失败吧 但是哈迪斯大人那边你要怎么解释呢 正明白这些人一直在正的背后搞些小动作 修普诺斯还交给潘朵拉一只意味不明的花 但无所谓 就来看看这些家伙能给正什么惊喜 随后正也将潘朵拉传唤过来 神慢潘朵拉 不但让拜奥雷特躲在正的椅子中监视 还甚至拍出名斗士企图暗杀天马座 正已经无法继续容忍你这种行为 快滚到正看不见的地方给我好好反省 哈迪斯大人 请允许我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您为何到现在还对天马座 让我如此执着 你在说什么 正对那个人已经完全没有丝毫的感情了 那您为什么还一直在画他们呢 大人您依然还被这个亚伦躯体的记忆所毒害 那令人厌恶的人类之心就由我来封印吧 原来潘朵拉手上的这枝花 里面含有双指神的小宇宙术法 竟然将正给困在一个扭曲空间造成的画室 不过无所谓啦 正本来就喜欢画画 而且这种地方正随时想出去都可以啊 哈迪斯大人 希望您在里面真心的完成Lost Canvas这幅画 请原谅我 这是为了冥王军 也为了您啊 接着把画面再转回圣域 天马依然不死心的想破坏牢笼逃出去 突然石头座的地板被撬开 独角兽座从地道里爬进了观天马的房间 耶人 原来你还有戏啊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NPC的路人呢 靠腰啊 我是来救你的 先走再说啦 没想到这监狱还有一条密道 这到底是挖来干啥的 两个小鬼通过地道后来到了十二宫不远处 出口还有一个女性白银圣斗士在等着他们 拿下面具后 原来是让夜这个妹子 如今他已正式被授予了天鹤座白颖圣衣 让夜将天马跟耶人的圣衣带来给他们 三人决定一起组队朝哈迪师城展开冒情 不过教皇这老家伙还没发现天马逃走的事 正在对雅典娜解释把天马关起来的原因 因为这样我们冥王军比较不容易对他下手 突然加米尔另一个让人头痛的老头也来到圣域 他不认同老教皇的做法 认为天马要是被关到最后一集 那LC的收视率可能会降到比奥美加还低 并告诉众人 他已私下派人放走天马的事 甚至还帮天马背书 要为天马之后所作所为的一切负责 到底这老头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为何雅典娜跟教皇都要对他比让三分 这个谜题我们留到下集再做解释 最后天马三人就在雅典娜亲自送别下离开了圣域 下集将揭开两个老头的过去 同时最有人气的巨蟹座小马哥也将登场杀敌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